首先再来关心其他的外交讯息 7月份走访过的国家圣鲁西亚 在目前却传出了和我国的邦交生变的传言 甚至于还定出了为圣鲁西亚邦交而奔走各民 也将在本周五再度 我杀身成人了 父亲 李宗仁明明知道我们的到来 他为什么要飞回南宁 他作为政治家 怎么会看着我娶他而代之呢 嗯 仅此而言 李宗仁的人品 要比在家的寡妇白重喜好 嗯 所以为父可以利用白挤走李 但李走后 我绝不会重用白 对 父亲 此次山城之行 欲达到什么目的呢 我只是尽人事而已 你啊 少奇同志 我很快就要出访苏联了 国内这副重担 我又要交给你来挑了 好在苏联的通讯先进 主席依然可以在莫斯科指挥全国的军政大使 再说 留在国内的还有恩来 老总 陛师同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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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病情很重 应该以休息为主 老总年事已高 且又专注军机大事 本来嘛 也有可能去莫斯科 因此 内政外交 你都要抓起来 我随时请示主席 随着全国的解放 新区的土改 势必要提到议实日程上来了 好 我想如果现在就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革命 恐怕不利于新政权的巩固 搞不好还会影响明年的春耕 是这样的 另外江南的地主和富农 又多和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 尤其是那些小手工业者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搞不好还会影响城市金融的稳定 所以我想了很久 新区的土改要分两步走 第一 减租退压 第二 等全国解放之后 再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总之 既要摧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 又要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的生产 父亲 宋西连所部溃不成军 这重庆就要落入刘邓大军之手了 请他宋西连 请他速来山城跟着我们去成都 父亲 他让我转告您 他决心一身殉国 我的好学生 我的好学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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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